7年高中熱音社同學帶來的定音組曲 為記者會揭開熱鬧序幕 緊接著登場的是大小提琴演奏 兩位別恩者小露一首 為大理區公所舉辦的一區一特色 即逍遙音樂艇文化系列活動來暖身 7月13號在我們的大理運動公園 7點開始呢 叫我們小露音樂艇大理區的那個演出 那我們將在現場會抽一把小提琴 然後兩支烏克莉莉 然後五支陶笛跟五支口風笛 那當然剛才看到這麼精采的表演 我相信就算沒有這些贈品的話 大家都會來 公所表示 早期台灣有一輔二路三蒙甲四竹籤 五侏羅六大理翼的說法 當時大理翼是台灣第六大街市 也是貨運商品重要的轉運點 因此公所特別舉辦系列活動 期盼重現當時風華 辦理這一個大理翼風華再起 連大理區文化連理這個活動 那麼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喚起我們各界 對大理區以往的文化的注意 我們今天我們的特色還有我們 炒火邊 我們這張木情比較有那個 就是說我們 我們要不猜這幾年 這場文化活動將由八號的 大理翼文化館開幕活動啟動 屆時會有民俗表演與討異作品展出 歡迎民眾一起來共襄盛舉 感受大理的人文與文化魅力 第二來秋風台中采訪報導